利比亚政府宣布卡扎菲最小的儿子赛夫阿拉伯及三个孙子 在西方联军对首都迪利波里的空袭中放生之后 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指挥官查尔斯·布莎尔中将昨天发表声明 否认北约将卡扎菲或其家人作为空袭目标 英国首相卡梅伦也表示 北约对利比亚空袭目标的选择符合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精神 即只针对卡扎菲政府的军事和指挥设施 而不是特定的个人并避免平民的伤亡 这一政策的执行得到密切监控 卡梅伦同时还指责卡扎菲在宣布停火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屠杀平民 不过俄罗斯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指出 北约封面否认将卡扎菲或其家人作为空袭目标的声明令人怀疑 俄方呼吁严格执行国际社会关于解决利比亚冲突决议的条款 立即停火并开始进行不带任何前提条件的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的进程 谢谢 谢谢